警察 警方进入位于高雄大辽的制毒工厂 迅速压制正在制作毒品的嫌犯 并查扣三级毒品KETA BIN 及第四级毒品原料与制毒设备 原来刑事局接获勤资 具有化工背景的张姓嫌犯 利用北部某大学实验室做掩护 进口大量制毒原料及设备研制毒品技术 去年三月制毒集团成员操作机器不慎 还造成实验室爆炸起火 专小组到厂采证后发现 实验室已沦为制作毒品的工厂 因此全面追查 分别破获隐身在高雄大辽厂房 及台北内湖科技园区 生技公司实验室的制毒工厂 逮捕张姓嫌犯在内共12名成员到案 并查扣KETA BIN 成品半成品及大批的制毒原料 与反应斧 旋转 蒸发器等设备器具 单做制毒工厂的一个整个核心 核心的部分其实是由张贤 他本身是具有化工背景 他首先是在北部这边仓储 在基隆这边有一个仓储公司 他进口大量的一个原料 以及制毒的原料 然后他接着就在北部大学的产学实验室里面 利用这些原料以及进口设备进来 研发制毒技术 那在这个当中呢 其中里面就是有七名的制毒共犯 其中一名成员 他就是习得了制毒技术之后 他去高雄大量 首先去另外设立了一个制毒工厂 制造KETA BIN等 那这当中呢 在去年三月在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其中一名成员呢 他操作的底气不当 所以导致火灾爆炸 那后续调查 我们发现了这个彰显呢 非常狡猾 他为了要缩短KETA BIN的制程技术 他利用隐身在内服科学园区里面的生技公司当作掩护 在里面进口毒品原料以及设备制造大量的毒品 那我们与台北市调处在历经半年的严密根肩搜证调查之后呢 我们在五月间研判他的制程已经研发完成 趁他在大量生产之前呢 我们进行具体机搜索 然后逮捕了张琴盗案 全案已经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新市局方面表示将持续贯测新世代反毒策略2.0政策 溯源断根 达成溯毒追人断经流的反毒总目标 保护国人免于毒品危害 记者张琴盗 台北报导 常计计 rude 覃光客